我懷抱著我當初的想像 走進了高雄電影館 我看了那些影片之後 我下巴差點掉下來 它真的會讓你迷失在那一個世界裡面 這個世界竟然已經進步到這副德性了 太厲害了 我是陳夏明 我開出版社也開過書店 是跟書相愛相殺的男人 我看了泛谷的調色盤 我內心那種創作的慾望完全被喚醒 你可以走在它的調色盤上 你可以感受每一個顏色 在你眼前啪啪啪啪 變成你熟悉的經典的作品 再加上那個音樂完美 一定要去看 還有一部 就是如果你是身心疲憊的成年人 你一定要去看茶道小精靈 他整部片真的沒有在幹嘛 你就是坐在那邊 拿著一個茶杯 就有一個小精靈 你會從茶杯冒出來 超級療癒 我覺得青春有一個重要的概念 不要害怕修正 我今天犯了錯 我可以勇敢地面對它 去修正它 這種青春的勇氣 是很多的人無法具備的 所以當你還有修正的勇氣 表示你的內心是非常非常的青春 2024高雄電影節 青春不喊咖 不來的話你一定會後悔的 一定要去看 一定要去看 子文太宇.. 家衝 Mm 我